历史是在奇迹中改变的 然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不相信奇迹 反而选择服从命运 但是别忘了 每个人都有创造奇迹的可能 每个人都具备着创造奇迹的能力 你需要做的 就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不断奋斗 心灵咖啡 梦想天平 拿破仑一生就创造过许多奇迹 1814年第六次反法联盟占领了巴黎 同盟军要求法国立即无条件的投降 并威胁拿破仑必须退位 否则处以急刑 拿破仑逼于无奈决定退位 之后就被流放到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 在那里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才成功逃了出去 千辛万苦逃出小岛的拿破仑 带领着一千人的队伍 又重新的返回了法国 听到这个消息 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八 他马上派出大兵 要去捉拿拿破仑 当这次的消息传出去之后 随从马上劝请拿破仑 赶快带领队伍到其他的国家躲一躲 等到风声过去了之后 再返回法国 这听起来非常有道理 但没想到拿破仑却说 我为什么要逃跑 我是他们的领袖 他们是我的士兵 为何领袖见到士兵 要逃跑呢 正是带着这种信心 还有执着 拿破仑带领队伍 继续向巴黎前进 结果前来缉拿拿破仑的队伍 却成了他的随从 路易十八万万没想到 当拿破仑 再一次回到巴黎的时候 已经是带领着 14万正规军 和20万志愿军的首领人物了 路易十八慌忙逃跑 拿破仑再次登上了皇位 奇迹不是瞬间创造的 而是在无数次的奋斗中 争取来的 创造奇迹的力量 来源于平凡的不懈努力 沉淀积累 然后爆发 只要努力奋斗 你也可以创造奇迹 心灵cafe 梦想天平 这就会发现了 此次的外国 来源于平凡的不懈努力 来源于平凡的不懈努力 所以我们在我们在这里 开始行创造奇迹的不懈努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